台南市政府教友叫方式公益飲食文化教友经营会 在台南市南区历史公社 来打扎一间食油教室食用具 所以就带着学生来跟自己一起做料理 吃好好的中道等 它会教室教学生的饮食健康的重要性 不可以学到不同食材的营养素 好 吃到买不到的东西更有意义 为了教室教学生吃了健康和安全 吃食教友是不能收回的一个科技 在台南市日新国秀的食养居就有很多的帮助 这天好好的郑雅琳老师就带到东厄 用在地实在制作异国料理 为万菜和比较用开点的方式来进行 也将制作好的料理 外面分享给其他老师 让客厅够了一份猪肉 在这里也核实到如何吃了饮用 因为我们健康课有提到六大营养素 糖类 蛋白质 脂肪 还有维生素 矿物质 那我就会问他们在做海报的时候就问他们 那你们这个墨西哥卷有什么 然后再加上我们风食计划那本蔬菜 他有提到植化树 就是要吃很多颜色的蔬菜跟水果 然后他们就说老师我们就是彩虹颜色 什么都有了 所以老师会希望让他们在四年级的 有一个很美好的记忆 很好玩 很开心 因为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自己动手做 可以尝试自己搭配 也可以团队合作 饧养局 对老师可以配合客厅 带哈欣来出做料理 在这个时候 人家吃客户午餐 也有特别的意义 哈欣白天拿到同样的餐饭 在每一个客户没有同样的菜式 都知道每一个人应该要吃多少分量 这些东西了解如何 让大家有健康食 我之前是直接就装到一个碗 那在这里是一样一样菜 就是放在不一样的格子里面 会让我看到我吃到了什么营养 之前来讲的话 我们可能老师在教室里面 我们在做参检五分钟的宣导 或者是在健体领域 我们做课程一方面的教学 或者是我们的营养师呢 透过我们的营养午餐的菜单 菜社去做营养教育的一些宣导的部分 但这些呢很多的层面 会停留在知识的一个传递 情境因素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能性 但它的一个可以做一个 作为一个实践的场域来讲 我想更把呢孩子 他对于这样的知识概念 他能够身体力行实体去做 你相信我跟吃是没关系 有了食养剧的咖喱 然后推动食用进家专门 为自己当手製造到吃力百度来 不然是核实到相关的地形和食物文化 通过之间的合作也给了一份感情 今天连运捐马银家真理好 南枯彩虹伯德 有了